欢迎收看3月25号由股动前朝所提供的台股重点 台北股市今天回神绝地反攻 多头奇力点火挑战终止联酒黑 金融股因为拥有公共病的题材指数涨幅超过一个百分点 而苹果全力的去三星化激励了群创的股价 创下了近两年来的新高 台西电股价也在盘中重回百元大关 助攻大盘反弹占上了7800点 但是人气没有完全归队 量能无法明显的增温 新城环球投顾指引长风开平时认为 短线之内大盘需要补量 否则将会呈现霞幅震荡的格局 而第一国际投顾的张震总经理是指出 大盘已经拉回8天以上了 回侧季线附近可以找低阶的买点 这在选股方向资深分析师张文赫建议 记忆体报价涨个不停 盘面上包含了勤态历程跟预创 都渴望因此受贿 至于顾德投顾副总何金城 则是看好LED照明展相关的指标 像是龙达 照远 还有燦元 在金融股的部分 顾德投顾的副总于世青 认为可以持续的来追踪指标股 张银跟台气银 至于民营银行的指标 则是要看大众银 安泰银 万泰银 还有联邦银的股价表现 而万宝投顾的王荣旭副总 是点名低基期的生计股 将会持续的轮涨 包含了唐连 怀特 信辉 都能够维持强势 至于万宝投顾的总经理蔡明章 则是青睐营建资产股 指标股是看远雄港跟农林 以上就是礼拜一台北股市的关盘重点 感谢您的收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